香港食品业的年度盛世 第25届美食博览会周四 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始围棋五天的展棋 不少商家是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优惠来吸引顾客 有参展商就预期了 今年的顾客人流量将会比去年更多 可能会带来利润提升 美食博览十点开幕前 也有数百人在门口排队 第一时间争抢美食 有参展商推出预员前抢花椒 首十位顾客可以以一元的价格 在限时一分钟内任抢花椒 提前一天排队的邓先生 所属主别抢到一斤十一两花椒 活动主办方预计今年的生意好过去年 正值中秋前夕 不少商家都推出新口味月饼 有老字号推出手工雪糕月饼 一元换购大受欢迎 不少市民大包小果 收获丰富 这群婆婆边走边买好开心 今次美食博览共吸引了26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100个参展商参加 除了抢购美食之外 大会还安排了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包括超过20场的民族黑人示范 以及奶茶比赛等 新唐人进的梁真在香港报道